2022年1月22日,大脚星人理事会,接受大脚星人的援助并进一步获取源头,传导丹尼尔斯科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多地使用你们的时间来与你们所有人一起开始这个发现过程。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发现你们的可能性。我们很高兴发现我们可以共同完成的事情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不断通过这样的渠道和星光层来找你们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喜欢探索你们的意识与我们的意识结合可以在全球范围和银河范围内做什么?因为我们寻求在人类提升中发挥尽可能大的作用。 这种渴望源于我们对什么是可能的好奇?现在,此时你们在地球上发现当你们在你们出生的海洋限制中降低四维度人类与源头能量结合时会发生什么? 因此,你们在那里不仅要超越物质性、二元性以及第三和第四维度的内在限制,而且你们还在那里比任何人形存有在第四维频率范围内走得更远,这确实是你们灵魂的目标。 你们在上升,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无论你们是否有意识的参与,它都会发生。 你们的有意识的参与让你们的体验变得更好,在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和你们完成提升到五地之间的这段时间里。 你们有能力在你们独特的群体中走得比任何人都走得更远。 所以,你们在那里与像我们这样的存有一起工作,将源头能量带入一个物质身体中。 我们总是希望看到我们可以在你们参与的这个壮观的事业中扮演什么角色,在地球上有这么多的生命。 相信我们,当我们说在地球上并一次又一次的转世并不表明你们作为一个灵魂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进化。 事实上,这表明你们一次又一次的迎接挑战,这是一个比你们意识到的更令人羡慕的职位。 现在,那些已经觉醒到你们和你们周围的其他人都是伪装在肉体中的源头能量的人已经破解了这个密码。 而现在,你们只需要把那个知道放入一个更伟大的存在。 一种更伟大的感觉中,无论你们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这是超越之前已经做过的事情,以及源头已经通过其他第四维度存有体验到的事情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这里,在第九维度,在你们所有人和源头之间,我们正在寻求提升你们,与你们共同创造。 看看当我们一起工作时,我们能走多远。 如果你们有兴趣参加这次旅程,我们随时为你们服务,我们都在身边。 如果你们能感受到我们所感受到的那种渴望和兴奋,你们当然可以在我们的帮助下达到新的高度。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1月22日,天堂来信,真理的守护者,益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我一次又一次地给你们的理解是什么呢? 我说的是,要放下过去和过去的想法。 我说的是,打开你们的心。 我说的是,要忠于自己,做你们自己,从而创造快乐并提升世界。 你们是我给世界的忠心礼物,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些概念,放开过去,以太阳迎接这一天的方式敞开心扉。 做真实的自己,不用花哨的步伐,做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的顾问。 创造就是重新创造你们自己,无论你们活多久,都要成为新的你们。 还有一个要求,它是什么呢? 它稍后会回到我身边,注意它,对所有你们称之为他人的人要慷慨,因为它们就是你们的自我。 真理远不止信息,你们已经掌握了比你们知道如何处理更多的信息。 你们可以像记忆诗歌一样记忆信息,震动意识深层意义可能会渗入你们并在你们体内回荡。 当你们第一次听说要慷慨时,当它是你们头脑中的一个新想法,当它在你们的头脑中激发洞察力时,你们可能会想,我不知道这一点,现在我懂了。 是的,有一种洞察力,我意识到慷慨的影响力。 现在你们认为布施是一件好事,但你们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真理。 如果你们还需要思考布施,那你们还没有意识到它。 你们的心现在把布施理解为有力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们会自动进入你们内在的这个巨大的水库。 就习惯根深蒂固,慷慨不一定是你们决定的事情。 即使同时意识到慷慨并不总是意味着你们忽视自己,也不意味着你们是一个更好的人来忽视自己。 慷慨并不完全是关于你们的,甚至不是关于你们的一个概念。 你们的思想当然可以在内心的某个地方坚持正确的词,但一般来说,你们的心是真理的守护者,从那里它可以被吸收到你们的存在中。 你们实际上生活它,就像你们口渴时一样。 你们拿一杯水,你们不考虑,你们面前没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口渴了,记得喝杯水,当需要时,慷慨的愿望也会上升。 当然,有时记住要慷慨大方会有所帮助,然而,你们的存在并不完全是你们记得的东西。 你们是存在,你们就是它,比起提醒自己慷慨,慷慨会像山剑一样自然地从你们身上流淌出来。 好吧,是的,如果你们需要被提醒,没关系,总有一天,慷慨,无需提醒,无需思考,会成为你们诚实的心的自然流动,就像笑声一样。 你们不会随心所欲地笑,笑声自然而然,感觉慷慨是自然而然的。 慷慨成为一种存在方式,它是自然而愉快的。 慷慨会随着你们意识的增长而自然而然的出现。 慷慨是自发产生的,没有争议,它没有被出嫁。 它的出现是因为你们的心只是渴望走这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 你们的心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感到慷慨,因为这是你们的心想做的事情。 就像你们想要微风时打开窗户一样,不慷慨会扼杀你们内心的自然冲动。 粗心大意就是唱错了音符,粗心大意就是压抑自己,慷慨就是做你们想做的事。 哦,是的,当然,我上面忘了提到的是爱。